怎么在这个棚呀 这个棚我感觉特别大 比我们其他的棚都大 这个是我们20年新的产品 那么我们现在是把产品升级了 我们这个盆采用新的设计 兼具了控根 汽水两种的根长 然后这样使得它根系发育的更好 你看我们每一盆苗 现在它是一个半层 这个苗要3月份买的 我们现在1月份 苗的根系已经长好了 就是我们这个盆的苗 明显用于我们原本的 因为这个盆原本拥有原本的那个型号的盆 它的根系发育成都会更好 那么另外你看我这个苗 这根部这个芽点特别的饱满 等天气一转转水一上来 这个苗三四根枝条 三四根枝条一根小苗 那我们运营现在给出来的新的标准是 我这个120的苗要求 它出货要有四根枝条 那这四根枝条 其实它主要跟我们一家轮比 枝条一家轮稍微细一点 但是枝条数量 开滑数量 根系饱满程度 其实都会好 只要你换个盆 这个苗拿去直接上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就长了 就不快 我们二三年已经做过时间了 因为我拿这个枝条 是越来越扭了 它冬天不怎么长 其实你看像那边那个苗 还有这边那个苗 其实你还有其他隔壁的那边 长得就整体状态特别好 灌浮从上面的视角看不到盆 这是运营定的标准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苗 这个现在它是 芽子没有怎么长起来 你等到春天一发芽一开花 那大脚比这大得太多了 然后根系这个就毋庸置疑了 你看你看这根系 你看我们这个全根系 根系不会长的 你看根系 都是特别粗壮 从上到下四个面 那根系都是满的 没事多陪我上地里去做一段 多看看咱们地里的禅气 我觉得应该去传播这些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升级 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应该去 跟我们的花友客户去做这个事情 咱家是种花的呀 种花干嘛 先把苗种好 而且咱又不是卖盆花的 咱们是把苗基础养好 让客户拿回家 很容易把花养大养爆 能把它的花园 套在家里面的环境 装帮着漂亮一点 我们是做这个的 我们也不能是 每天只去拍着那种 很美美的照片 干这个活的 这也不是咱们的强项 咱们是做基础的 你树叶有专攻的 是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